台东基督教医院连续14年举办了冬季百货义卖会 由各部门员工筹划捐出鸭香宝 商品从一国美食、衣物到生活用品一亿俱全 16号上午9点一开卖 就吸引了不少主妇前来抢好康做公益 所得将捐赠关山社十字架疗养院 瀑布妈妈们在摊位前左跳右胜 抢买物美价廉的义卖品 仔细一乔展示商品的花车 近视医院的病床架 这是由台东基督教医院所举办的百货义卖会 每年耶旦节前夕 医院变会总动员 将每一层楼打造成为小专柜 有员工各自捐出鸭香宝义卖 让民众以逛百货公司的心情前来挖宝 有18个摊位 我们从地下一楼一直到10楼 这么多的一个位置 来自不同的单位 然后他们愿意把他们最喜爱的鸭香宝 能够跟大家分享 媲美百货公司等级的义卖会 出售商品从美食衣物到生活用品 以应俱全 其中最受欢迎的救赎美食摊位 还不到中午时刻就被熟客们抢购一空 另外院方也贴心准备环保购物袋 响应循环在利用 很受欢迎都销销一空哦 我觉得还蛮好的 就是我们可以捡便宜 然后因为他们这个也都是要捐出去 做爱心的 就是又可以帮助到一些比较弱势的家庭 第十四届冬季百货 从16号起1点2天 朝九晚五营业 欢迎民众请来消费做爱心 所得也将捐赠冬季公益相关服务事工 以及观山盛十字架疗养院等社福机构 继续下家会台东市报道